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总统拜登亲赴五角大厦在雨中献上了花圈 缅怀在当年这场攻击当中牺牲的美国人 Alcada组织成员在2001年的9月11号 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机撞击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 还有五角大厦夺走将近3000条的人命 也开启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东历时多年的反恐战争 在报道当中也说到遇难者的家属 警察和消防员 还有纽约市官员齐聚在麦哈顿下城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追忆王者 长达数小时的纪念仪式当中也大声朗读每一位罹难者的名字 911事件发生之后 这一项仪式也成了每一年的传统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六度的敲响悼念的钟声 包括了上午8点46分和9点03分 也就是世贸北塔和南塔在当年玉玺倒塌的时间 现场民众则是默哀旨意 副总统贺锦丽和纽约市长亚当斯都出席了这场纪念活动 遇难者家属则是相互拥抱哭泣 在纪念馆也放纸鲜花 在两道象征当年世贸双塔的蓝色纪念之光 在昨天晚上一直直射到天际 也照亮了纽约的夜空 总统拜登前往当年遭遇攻击的另外一个地点 就是国防部的五角大厦 也在连绵不断的雨势当中献上花圈之后 也把右手放在他左胸的心脏位置 那么也是用这样子 那么对罹难者的一个致哀 演说当中在拜登总统方面则说 对所有失去亲人的人们来讲 21年是一生也是一瞬之间 那么也表示 就是对于已故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也在她也一起攻击发生之后数小时 那么已经驾崩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向美国人民传递了触动人心的讯息 那么表示就是呢 伊丽莎白二世提醒大家 悲伤是我们为爱付出的代价 好那么谈到了这个英国这个驾崩的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啊 现在呢她在8号辞世 白宫也在昨天表示 总统拜登已经正式的接受英国方面的邀请 将会协同迪异夫人出席女王19号的国葬 送这位化时代君主最后一程 在白宫方面说 总统拜登是在昨天早上 在正式的接受邀请 那么会在参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典礼 至于在进一步的细节 在这一方面呢 白宫方面还没有公布任何的进一步的细节 好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看到的呢 这是根据媒体的报道来自华盛顿的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准备要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帮助扩大美国的生物制造 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知情人士透露行政命令草案拟定 战略支持美国国内制造业 利用生物系统创造一系列产品还有材料 要从心药人体组织 一直到生物燃料和食品等等 目前行政命令的细节还没有公开 知情人士则要求匿名 不要拒名 美国是拥有全球最强大的生物科技产业之一 尽管在研发处于领先的地位 还是在现在允许高科技生产转移到国外 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官员也特别担心 美国过于仰赖中国先进的生物制造基础设施 知情人士则说COVID-19的疫情 也给美国带来了要制定明确一致产业战略的紧迫感 MRNA疫苗的快速研发和投入生产 是美国国内投资成功的一个案例 除了医疗保健之外 美国还会要致力推动农业 能源还有其他产业的生物制造 在知情人士也说 这项行政命令将会看述 美国应该如何的培养出训练有素的劳动力 利用自然发生过程来制造生物产品还有材料 另外在现在谈到了通货膨胀 这一个名字是大家的梦魇 这个是个噩梦 什么时候可以梦醒呢 什么时候脱离呢 大伙都在期盼越早越好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在昨天就说 美国现在正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 因为对抗通货膨胀可能会导致国内经济成长放缓 但是还是有机会避免严重的衰退 叶伦告诉媒体 在联转会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紧缩 这个货币政策 引发经济衰退的风险 美国在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也就是CPI年增9.1% 增幅是再创40年来的新高 而7月则是小幅的回稳 面对通货膨胀往上飙升 央行也正在逐步的调高它的关键利率 缓解消费者的物价压力 期盼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发挥作用 不会让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脱离了长轨 商业银行也连转会的关键利率 设定利率条款 然后提供给个人还有企业的客户 比较高的利率也会减少消费还有投资 下边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是和中国相关的了 我们看到多名知情人士说 拜登政府打算要在下个月 也就是10月份扩大半导体出口的限制 针对的是美国向中国出口 用于人工智慧AI的晶片制造工具 还有半导体 博具铭的知情人士说 商务部在今年稍早 曾经致函三家美国公司 打算现在以信函中的限期为基础 要发布相关的新规定 这三家公司已经公开证实 收到了美国商务部的来信 信函中 商务部禁止他们向生产14奈米以下 先进半导体的中国工厂 出口晶片制造设备 除非卖方取得了商务部的许可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政府 也计划要在下个月 要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目标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 AI 人工智慧 还有晶片制造工具相关的半导体 知情人士说 这些规定可能包括针对 对中国的额外行动限制的措施 也有可能会有所改变 而且规则发布时间 是比预期的还要再晚一些 好 下边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马斯克在近来 在所有的主要新闻里边 都少不了马斯克的声音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执行长 马斯克日前又在推特上发文 他说如果联者会来个大幅升息 就可能导致通货的紧缩 目前这则贴文已经有8万人 support他按大拇指了 将近7万人在转推 众人现在对马斯克的推文看法不一 有人赞同他的观点 那么其他人则坚持马斯克的观点 是不正确的 加密货币投资人 也是Real Vision公司的执行长 则同意马斯克的看法 认为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在这个阶段 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美国的新闻之后呢 朋友们下边我们将把焦点转到 就是国际新闻方面 请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首先看一下在英国 英国国王查理三世 告诉国会 他决心要忠实追随他的母亲 伊丽莎白二世所树立的典范 也承诺要维护宪政原则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9月8号在苏格兰 巴尔莫勒尔宝 甲崩享受96岁 新登基的查理三世 在离开克莱伦斯宫 前往国会 接受上下意愿的 这个道验词 那么这也是他登基以来的 第一次到国会 那么在国会当中 那么就是查理三世 也告诉就是外界 他除了接受国会的道验 也承诺要维护宪政原则 同时查理三世也下令 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日 是定为国定假日 那么谈到了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甲崩 那么载着女王林秋的林车队伍 昨天由巴尔莫勒尔宝出发 历经数小时的车程 抵达了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 河里路德宫 而沿途呢 这个满满都是致哀的民众啊 对这一位大家爱戴的女王 因为她的离世 那么深表哀悼 那么对于外国元首 应邀出席女王的国葬典礼 外国元首被要求要避免搭乘 专机抵达英国 入境之后也不能够搭直升机 代步或乘私人礼车出席典礼 在现在根据这个媒体得到的消息 各国领导人都被告知 由于在英国女王国葬日 当会执行严格安检和道路管制 所以呢 来自各国元首参加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典礼 她们不能够搭乘自己的礼车 那么必须要统一 在西伦敦的某个地点 搭乘接驳的BOSS 集体前往现场 这倒是很出人意料的一个安排 另外呢 英国国会西敏厅将会开放 瞻仰女王遗容四天 而机场的规格呢 也会有 就是民众也会接受 像是机场规格的安全检查 而且呢 瞻仰遗容的民众 不得穿具政治或冒犯意味字眼的服饰 那么大家也会关心 民众也要关心 就是女王的爱犬 谁会接着照顾呢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驾崩之后 身后留下的两只科鸡犬 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昨天得到了解决 将会由安德鲁王子和她的前妻 莎拉来负起照顾的责任 好 关心完了在英国女王 这个驾崩之后的相关的新闻 我们再看其他方面的报道 还是来自英国 不过就是英国的经济了 在官方的数据 今天则显示 面临衰退威胁的英国经济 由六月明显萎缩改善为 七月的成长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声明 英国在七月份 国内生产毛额 由六月下滑 百分之零点六 略为增 往上增了 百分之零点二 在现在呢 英国女王 八月 九月八号辞世 国葬预定在十九号举行 当天也是英国的国定假日 在现在呢 英国六月份的经济数据往下滑 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当月 由已故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的登基 七十周年白金写欢庆 因此多出了国定假日 在这一天 好下边在国际新闻方面 我们看一下来自南韩 南韩总统隐形日瑞 十八号将会携妻子 连续访问英国 美国还有加拿大 而他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 也有可能会安排和美国总统拜登 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举行双边会谈 根据报道 这是韩国总统时隔七年 亲自的出席 在外国元首的葬礼 也就是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 而之后他就会到美国 以及加拿大访问 韩国国家安保市长则说 在尹锡瑞预计先抵达英国伦敦 之后就会到美国纽约 出席20号的联合国大会 那么韩国政府目前 也正在积极安排 尹锡瑞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当中 可以和多国元首双边会面 那么表示 尹锡瑞将会在联合国的大会 第一天发表演说 要说明韩国在国际共同议题 可做出的实质贡献 并且在大会期间 与主要国家元首 联合国秘书长 韩国侨舍会面 好 接着我们再看 来自以色列的报道 在欧洲参与核子谈判的各方 对德黑兰表示失望之后 以色列官员则表示 他们不预期 在11月美国的其中选举前 列强能够和伊朗达成新的核子协议 至于在疫情 现在后疫情时代 在现在纽西兰已经在今天 取消了大部分剩余的防疫规定和限制 这是纽西兰政府自疫情爆发以来 首次发出民众生活 将可以回归正常的一个讯号 而菲律宾也在这里 放宽了就是口罩的命令 菲律宾总统府宣布 总统小马可氏的行政命令 由今天起在户外开放空间 不强制戴口罩了 好 最后我们则看到 现在国际货币基金正在设法提供紧急资金 给这些因为战争而导致食品价格飙涨的国家 而且将会在12号 就是今天要执行董事会议当中 所讨论的相关措施 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让我们先一同关心 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在中国方面的新闻 我们先看到 这是中国外交部 在今天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4到16号期间 将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而且会出访哈萨克乌兹别克 这也是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 习近平首次的出国访问 另外对于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驾崩 英国女王的国葬典礼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会在12号前往 英国驻中国大使馆 盗宴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逝世 而她代表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中国政府与人民表达深切的哀悼 接着呢 在这里也看到 在中国的经济方面 外界的媒体则说呢 近年中国向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 提供了大约328亿美金的这个紧急贷款 但是并没有要求借贷国恢复经济纪律 或与债权人寻求债务减免 这样子的做法只是延后危机爆发 以及留给其他人去解决 在英国方面的媒体说呢 近来中国向面临金融危机的国家 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避密紧急贷款 贷款是中国价值8380亿美元的 一带一路项目一部分 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工程融资机构 不但成为IMF的强大竞争对手 也使得市盈黯然失色 但是呢在现在这个媒体则说呢 现在呢在这种向金融危机国家撒钱的做法 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只是把问题往后拖延 好接着我们再看呢 在疫情方面呢 中国对有多地的疫情现在是静默管理 要求在中秋的假期的这个前后 非必要不要回家不要返乡的情况下 在今年中国中秋假期发送旅客量就年减了37.7% 在公路预计发送旅客4818万人次 而比去年同期也下降了37.1% 由于中国各地正爆发COVID的疫情 在动态清零的要求下避免疫情传播 所以呢现在政府呢 中国政府就呼吁过节 别回家原地过节吧 而北京方面疫情则加剧的情形下 外地进入北京的这个民众啊 七天内将是禁止聚会 而且呢三天得要接受两次的检测 好接着我们再看 中国的气象 在气候方面 中国气象部门提出了警示 就是中国近来饱受干旱所苦 现在旱象还并没有解除 今年的秋天和冬天旱象 有可能还会更为严峻 最大的淡水湖 波阳湖的水位 此外还在喋喋不休呢 而为了要抗旱 也要保今年秋天的粮食的生产 所以长江流域的水库群 已经两度的水补在下游的地区了 要保障9月中下旬 长江中下游的中到晚到 秋梁作物灌溉 关键期用水和城乡供水 在中国的水利部也在12号8点早上 再次启动长江流域水库群 抗旱保供水的联合调度专项行动 至于在四川卢定的地震 现在已经发生满一个礼拜 在现在目前造成93人罹难 25人失联 中国自然资源部的专家提出警示 就是地震所造成的地质灾害 可能会持续几年 必须要做好监测 还有预警方面的工作 最后我们看到这是 在美国去年破获了一起 中国商人为中共走私 美国反潜作战科技案 在近期 中国则指控美国国家安全局 策划网工西北工业大学 中国外交部也随后对美国 提出了严正交涉 说美国方面是网工 以及窃取敏感讯息的累贩 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下边我们把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棒 为朋友们带来最新的报道 和我继续关心 朋友们在这里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今天礼拜一 是9月12号 下边我们就要和大家一同关心 这是全球各地的重要新闻 而在新闻带给大家 以前还是要提醒您 今天一大早 从6点半左右 我们的高速公路就不怎么漂亮了 在目前我们已经看到堵车 由North Freeway往南 由1960 现在一路堵车堵到AirTax Boulevard 而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6点40分左右 出了一起车祸 希望大家在使用这条道路 请您多为注意 其他的高速公路呢 现在也开始往英镑的方面 开始比较繁忙拥挤 朋友们请小心 好 回到新闻当中 下边呢 我们先关心的 这是来自美国方面的报道 先看到 昨天是9月11号 也是911 在昨天 届满21周年 美国总统拜登 亲赴五角大厦 炸在雨中献上了花圈 缅怀在当年 这场攻击当中 牺牲的美国人 Alcada组织成员 在2001年的9月11号 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机 撞击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 还有五角大厦 夺走将近3000条的人命 也开启了美国 在阿富汗和中东 历时多年的反恐战争 在报道当中呢 也说到遇难者的家属 警察和消防员 还有纽约市官员 齐聚在迈哈登下城的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 追忆王者 长达数小时的 纪念仪式当中 也大声朗读 每一位罹难者的名字 911事件发生之后 这一项仪式 也成了每一年的传统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 六度的敲响悼念的钟声 包括了上午8点46分 和9点03分 也就是世贸北塔和南塔 在当年遇袭倒塌的时间 现场民众则是默哀旨意 副总统贺锦丽和纽约市长亚当斯 都出席了这场纪念活动 遇难者家属呢 则是相互拥抱哭泣 在纪念馆也放置鲜花 在两道象征当年世贸双塔的蓝色纪念之光 在昨天晚上一直直射到天际 也照亮了纽约的夜空 总统拜登前往当年遭遇攻击的另外一个地点 就是国防部的五角大厦 也在连绵不断的与世当中献上花圈之后 也把右手放在他左胸的心脏位置 那么也是用这样子 那么对罹难者的一个致哀 演说当中 在拜登总统方面则说 对所有失去亲人的人们来讲 21年是一生也是一瞬之间 那么也表示呢 就是对于已故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也在她也一起攻击发生之后数小时 那么已经驾崩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向美国人民传递了触动人心的讯息 那么表示就是呢 伊丽莎白二世提醒大家 悲伤是我们为爱付出的代价 好那么谈到了这个英国这个驾崩的 伊丽莎白女王二世 现在呢她在8号辞世 白宫也在昨天表示 总统拜登已经正式的接受英国方面的邀请 将会协同第一夫人出席女王19号的国葬 送这位化时代君主最后一程 在白宫方面说 总统拜登是在昨天早上 在正式的接受邀请 那么会在参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典礼 至于在进一步的细节 在这一方面呢 白宫方面还没有公布任何的进一步的细节 好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看到的呢 这是根据媒体的报道来自华盛顿的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准备要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帮助扩大美国的生物制造 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知情人士透露行政命令草案拟定战略支持美国国内制造业 利用生物系统创造一系列产品还有材料 要从心药人体组织一直到生物燃料和食品等等 目前行政命令的细节还没有公开 知情人士则要求匿名不要拒名 美国是拥有全球最强大的生物科技产业之一 尽管在研发处于领先的地位 还是在现在允许高科技生产转移到国外 因此呢 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官员也特别的担心 美国过于仰赖中国先进的生物制造基础设施 知情人士则说 COVID-19的疫情也给美国带来了 要制定明确一致产业战略的紧迫感 MRNA疫苗的快速研发和投入生产 是美国国内投资成功的一个案例 除了医疗保健之外 美国还会要致力推动农业 能源还有其他产业的生物制造 在知情人士也说 这项行政命令将会看述 美国应该如何的培养出训练有素的劳动力 利用自然发生过程来制造生物产品还有材料 另外呢 在现在谈到了通货膨胀 这个名字是大家的梦魇 这个是个噩梦 什么时候可以梦醒呢 什么时候脱离呢 大伙都在期盼越早越好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在昨天就说 美国现在正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 因为对抗通货膨胀 可能会导致国内经济成长放缓 但是还是有机会避免严重的衰退 叶伦告诉媒体 在联转会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紧缩这个货币政策 引发经济衰退的风险 美国在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也就是CPI年增9.1% 增幅是再创40年来的新高 而7月则是小幅的回稳 面对通货膨胀往上飙升 央行也正在逐步的调高它的关键利率 缓解消费者的物价压力 期盼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发挥作用 不会让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脱离了长轨 商业银行也连转会的关键利率 设定利率条款 然后提供给个人还有企业的客户 比较高的利率也会减少消费还有投资 下边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是和中国相关的了 我们看到多名知情人士说 拜登政府打算要在下个月 也就是10月份扩大半导体出口的限制 针对的是美国向中国出口 用于人工智慧AI的晶片制造工具 还有半导体 不具名的知情人士说 商务部在今年稍早 曾经致函三家美国公司 打算现在以信函中的限期为基础 要发布相关的新规定 这三家公司已经公开证实 收到了美国商务部的来信 信函中商务部禁止他们 向生产14奈米以下先进半导体的中国工厂 出口晶片制造设备 除非卖方取得了商务部的许可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也计划 要在下个月要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目标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AI 人工智慧还有晶片制造工具 相关的半导体 知情人士说 这些规定可能包括针对对中国的额外行动 限制的措施 也有可能会有所改变 而且规则发布时间是比预期的还要再晚一些 好下边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马斯克 在近来呢 在所有的主要新闻里边呢 都少不了马斯克的声音啊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日前又在推特上发文 他说如果联者会来个大幅升息 就可能导致通货的紧缩 目前这则贴文已经有8万人 support他按大拇指了 将近7万人在转推 众人现在对马斯克的推文看法不一 有人赞同他的观点 那么其他人则坚持马斯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加密货币投资人也是Real Vision公司的执行长 则同意马斯克的看法 认为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在这个阶段 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美国的新闻之后呢 朋友们下边我们将把焦点转到 这是国际新闻方面 请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